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用熬豆浆所剩的豆渣制作一道美味佳肴 今天铁钢师傅就要为您解决这道难题 一起来看看这道营养可口的豆渣铜蒿丸子吧 需要准备的原料有豆渣 铜蒿 五花肉 鸡蛋 盐 生粉 食用油等 我们首先要选肉 肉选五花三层的五花肉 做丸子肯定要用肉 因为它肥瘦相当 这样可以有效的 吃起来的话也有那种肉感 可以补充豆渣油分 这个肉馅我们拿回来以后 要给它先剁一剁 剁一剁为什么呢 让它起焦性 这样一会打的时候会很黏 给它剁的有焦性就行了 好嘞 肉馅好了 肉馅好了 豆渣油了 但是光有菜有豆渣 我们还要有一点蔬菜来配 对 这样才营养 今天我们选了 咱们今天配的这个是什么 这不是铜蒿吗 对 没错 有一种特殊的香味 很快铁钢师傅就将切好的铜蒿和五花肉放在了一起 豆渣可以到里头了吗 豆渣稍微等一会儿 我们先要把肉跟铜蒿给它滚在 然后稍微的加一点点盐 要提前加盐 这儿容易上进 这个糖蒿也可以 让它的水分出来一部分 但是我在想一个问题 就是这里边我们割的是铜蒿吗 那能不能割点上菠菜或者是香菜什么的 可以吗 因为我们今天加入的是豆渣 豆渣有一种豆腥味 所以加糖蒿有什么好处呢 一个是 就是它这个挥发油香料 对 挥发油可以有效的去除 豆渣 豆腥味 那要你这样说的话 我觉得我就可以加香菜 可以啊 可以吧 嗯 香菜啊 香春啊 哎 凡是种特出香味的蔬菜都可以 嗯 这时候呢我们就可以把豆渣滚进来 嗯 来了 豆渣 你看我今天这个豆渣 哎 嘿 还挺细的啊 哎 我们呢 给它 拌一拌一拌 还是在一块搅拌 拌一拌 我们呢基本呢让它融合了 然后呢加入鸡蛋和生粉 好嘞 让它呢更加的粘稠 嗯 好 好 我们搅的时候呢 哎 要顺着一个方向搅 搅拌的时候啊 要顺着方向一个 一个方向搅 没错 嗯 然后搅的差不多以后呢 要加入生粉了 买点生粉 这个生粉加多少 一勺 哎 这个呢加入两勺的 两勺 嗯 来 加入生粉以后呢 这个呢 就最好不要用筷子去搅了 啊 还不能用筷子搅了 哎 那这个 用手呢去搓它 哦 这呢使这个豆渣呀 跟肉完全的融合 哎 看看 嗯 哎 揣一下 哎 像我们揣面似的 需要摔打吗 太聪明了 要摔打一下 哎呀 哎 这真是我猜的 我蒙的 哎 看 我们呢要给它摔上劲 哎 哎 看 哎 这有些像那个就是揉面 那个醒面的时候那种感觉 哎 没错 嗯 看 这呢让它啊 完全把淀粉 嗯 豆渣 鸡蛋 肉 完全的让它 全都融在一起了 融合 而且呢要起焦性 嗯 好 看 现在呢 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看 我们在 团的时候 哎 可以很容易的团成丸子 哦 是吧 对 它现在已经很很粘糊 对 对对对 一搓就成了啊 哎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让它醒上两分钟 嗯 做锅 我说实话 我真的很有一个疑惑 就是这个 豆渣做的丸子 放到这个开水里边 特别是你看这个汤 现在一会儿 水马上开了 哎 会不会就一下给冲散了 变成一锅豆汤了 绝对不会 关于 记住了 水开了以后 嗯 关小火 哎 让它呢 自然降温到八十度 什么是八十度 这个热气 嗯 我直到晚上 冲了 哎 稍微的哎呀 真是 那现在应该就是八十度左右 好 嗯 这个时候呢 我们要加入秘密武器 秘密武器 使这个汤更加的鲜美 这是什么秘密武器 这个像 尝一尝 我感觉这不是像那个吗 像那个 面包条吗 你尝一尝吧 啊 油一丝 哎 哎 嗯 这就是我们啊 超市当中买的这个 干油一丝 哎 不知道了 这样的话就完全不用割什么 味精啊 鸡精啊 哎 嗯 没错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 放丸子 嗯 好 咱们来见证 看这个豆渣到底散不散的时刻 到了 对了 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用小火 对吧 师傅 嗯 好 现在呢 我们呢 让它慢慢的囤手 囤手 还这个时候还是不能用大火 哎 对不能用大火 没错 好下面呢 来 我再做一些准备工作 嗯 切一点葱花 切好以后 直接放在 汤盆里面 嗯 哦 这个葱花是不 这不用直接放在锅里 哎 都用热汤一浇就可以了 嗯 好 然后呢 加入一点点胡椒粉 哎 下面呢 哎 大家看丸子已经飘起来了 对 这个时候呢 再改成中火 好啊 哦 等着这个丸子飘在水面上的时候 哎 我们把小火改成中火 对 开锅了 现在呢 我们就给它出锅 哎呀 还真的 豆渣一点都没有散 而且呢 鲜味非常的浓郁 嗯 所以说这个用鱿鱼丝来做汤 这真的是一个秘密武器 我们可以减少这个鸡精啊 味精啊 哎 这不吃多了对人也不好嘛 要做出这道豆渣铜蒿丸子 您需要将豆渣铜蒿五花肉等拌好 用鱿鱼丝做汤底 将葱花胡椒粉放入碗底后 待水烧开 把丸子煮熟即可 好了 这就今天我跟铁钢师傅用心为您做了一道菜 您学会了吧 我们天天饮食 明天再接着教大家做好吃的 再见 再见